欢迎大家回来翠美厨房 今天我做的 黄岭豆蓉皮蛋 黄岭豆蓉皮蛋和熊岭的分别 只是莲蓉、豆蓉、咸蛋和皮蛋 其实做法都是一样的 同时处理皮蛋 吃下去是很好吃的 哪位网友 看过熊岭或者做过熊岭 到做黄岭都不是很难的 以上这些材料 就是用来做豆蓉馅 先把绿豆片洗几个水 浸一个小时 把绿豆倒进锅里 让水多过绿豆 来煮腍 绿豆很快腍 所以就不需要开太慢火 中火就可以了 绿豆煮腍 绿豆煮腍后 用搅拌机 搅拌均匀 搅拌至绿豆 才可以拿去煮 绿豆倒进锅里 然后可以加砂糖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不太干 煮腍 煮腍时 如果没有离开锅 可以开中火 让它收水快些 如果走开就不要太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准备高粉了 如果是干 就可以倒进去 干的程度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倒匀 可以分三或四次 慢慢倒匀 搅拌均匀 再倒匀 千万不要一起倒匀 如果是这样倒匀 你就搅拌均匀 一边均匀 高粉就完全倒匀 你就是这样搅拌 让它绝为止 因为高粉倒匀 它未曾熟 要慢慢煮到它熟 它才会收到水 收到水之后 你也是这样搅拌 5分钟左右 馅子完全黏到 是不会黏锅链 那就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将馅子 用一个碟或者碗 拿出来 摊冻它 我们才可以用 现在就处理皮蛋 我买回来的皮蛋就是这样的 先撕掉蛋壳 我们就把它洗一洗 拿水洗 然后用一个小锅 装水盖过皮蛋 滚它大概5分钟 然后关火 让它在滚水浸 10分钟左右 拿出来就用冻水洗一洗 然后我们先切开它 四处 为何这些皮蛋 我们要先用滚水浸一浸 它呢? 因为我在这儿买的皮蛋 大多数砍出来 中间的黄 它是水分很多的 是流出来的蛋黄 所以我们烧一烧它 让它锁住蛋黄 然后才好切的 哪一位网友 在其他国家买到的皮蛋是很漂亮的 开出来它就是这样 而不是濕的 你们可以不需要用滚水煮的 皮蛋切开四之后 我们给一茶匙的糖 和两汤匙的白油 搅拌一下皮蛋 搅拌完之后 然后我们觉得的皮蛋是大 我们可以分开小一点 如果你喜欢皮蛋多 可以做多个两只 就不需要切到那么小 但是皮蛋太大 到你用馅包着皮蛋的时候 是很难包的 这里就是水皮的材料 有面粉 砂糖 这些就是菜油提炼出来的猪油 如果哪位网友 可以买到猪油 就用猪油台帝都可以 有泡打粉 和鸡蛋 帮水 最重要是鸡蛋和水 秤在一起 是110克 先将几滴黄色 滴入水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搅拌均匀 把面粉倒上桌 我们就放些砂糖 和泡打粉 然后就放入猪油 也可以放入鸡蛋 也可以放入鸡蛋 然后我们就先搅拌 不要流出来 然后我们就倒入黄色水 慢慢倒 如果是太多水 你可以不需要太多 所以大家就慢慢倒进去 搅到鸡粉 它不黏手就可以了 我今天做这个黄领 比些黄色都还未够黄的 如果大家有整 喜欢黄色 加多几滴 但是要注意 买些颜色水 有时它是不同的 你滴三滴 有滴 有滴四滴 它才是够颜色的 所以就留意在这里 把水皮和粉皮慢慢搅拌 搅到滑为止 我们就拿一张保鲜纸 包起它 包起它 就放半个小时 放多个半个小时 都无所谓 但是 就要放最少半个小时 那块粉呢 它才会软軟 你待会再移压完它 这些材料呢 就是用来做油皮的 有低筋面粉 和猪油 将低筋面粉 倒入大碗里 然后倒入猪油 搅拌均匀 油皮是很容易搅拌的 搅拌均匀 之后 就用保鲜纸包住它 如果做饼子 即日想做 我们首先做第一件事 就是煮了一个 豆蓉馅 现在冷凍了 我们就拿出来 搅拌均匀 就开始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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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皮蛋下去呢 我就称它50 就比起熊领 就是大了少少 一只皮蛋呢 就最好是一开八就最好的了 太大块呢 就馅包不到蛋 除非你想爱蛋多呢 你要做到饼子 有100至85克以上 才可以用到四分一皮蛋 现在呢 就拿一块水皮粉出来 用之前呢 我们就拆了几下 将粉搅长它 这样就容易切了 这个粉呢 就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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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切完一块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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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分11, 水粉11, 油粉21 然后清一清, 搓完 我今天做的黄领, 颜色不够黄 大家如果喜欢黄多些, 就加多几滴黄色在水粉 拿一块水粉出来, 先放少少干粉上桌面 然后用压棍, 轻轻压薄 不需要压得很薄 压到可以放到油粉, 封口包住 然后用手盘, 压一压薄, 开始搓长 如果搓长的时候, 去黄粒鸭棍, 就塗少少干粉上去 干粉最好用低筋面粉 压长后, 将粉皮搓四, 搓长 搓长, 再搓四, 即是搓两次 是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次搓完之后, 都是搓四 然后我们就将它搓到圆圆, 这样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 用手盘, 压一压薄它 再用压棍, 压薄它和圆 压棍, 压薄它, 压圆它 最重要呢, 就是圆周那里, 压它尽薄 中间呢, 让它压一点 放入豆蓉馅, 压上去上高的饼皮 我们就是这样摺它, 来包 如果包它不黏口, 即是封不了口 你就塗少少清水上高, 让它濕濕的 这样就会黏的了 滷粉的时候, 我们用干粉多了 所以, 现在它就很难封口 我们就塗少少清水, 上去就是不要紧要的 封烟口之后呢, 我们就将饼皮压一压 然后, 拿手搓回圆的饼皮 让饼皮够圆, 够薄, 这样就可以了 你既喜欢压薄一点都可以的 或者你喜欢压, 就随意啦 饼皮就包完了, 我们就将它全部 排在盘上, 现在呢, 准备用一个小碟 沾一张纸, 浸少少少水进去 滴几滴红色上去上高 然后, 我们就盖个箱子上去 你可以盖福禄仇都可以的 如果不是做嫁女饼 自己吃的, 就什么字都没所谓 盖不盖些字上去, 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豆蓉这个皮蛋呢 你不盖印呢 你可以撕一块芫荽, 放上上高 就是很漂亮的啦 这个印呢, 在我们用之前呢 就最好用水浸去两个钟 然后, 用之前的十分钟拿出来 那我们用呢, 就印红色很漂亮的 如果你不浸水呢, 到你印的时候呢 这个印就吸收了红色的 印的起字上去的时候, 你就要看个饼正中 印中间, 然后呢 就搖它几下, 让它滑边 那个边呢, 深一点就漂亮一点的 如果你轻手过头呢, 字就印出来的 我就全部盖了, 如果大家买个印回来是新的 最好用之前呢, 我们用一点油 倒转是这样, 给一个字, 吸一点油 它吸了些油之后呢, 但是我们用来用 是很好用的, 它是不会吸太多水的 现在呢, 我们将所有的饼 就反转, 就放在焗炉之前 反转, 就先焗底 在我们的印上饼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着焗炉 375F 190C 焗的饼 10分钟 我们焗饼之前呢, 就放一个盘 倒些水进去里面, 让它焗 因为啊, 如果你焗焦了, 面就不漂亮的了 所以啊, 就一定要放一盘水进去 在这里焗10分钟的时间呢, 我们就先准备一只鸡蛋 把鸡蛋发烂了之后呢, 我们就用隔膝隔过去 如果这些蛋白还有在蛋黄里, 我们掃上饼里 就不漂亮的了, 所以就隔开蛋白 隔了之后呢, 我们也都要发一下 给蛋白和蛋黄混合在一起 现在十分钟了, 我们就拿些饼出来 将饼子全部再翻翻面 可以掃蛋了, 将蛋黄就掃上饼里 橫邊也掃到,讓它完全有蛋黃 這個時候,我們掃蛋黃上表面 就不怕印掉色 如果你還沒焗,掃雞蛋 有可能印會退出紅色 所以最好先掃蛋 掃蛋是否看見餅 餅的表面不夠圓,是平的 但不用怕,待會放在焗爐上 它會發的 因為我們有把泡打粉下去 它會發到餅是圓起來很漂亮的 我們反轉底的時候 看見底不是太黃 我們現在就要拿開這個盆的水 然後我們先把餅子放進去焗 開火就是375F,190C 焗它10分鐘 現在的餅子10分鐘就可以拿出來 今天我就失手了一點 有幾個在裡面的爐 就比較黃了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做餅的時候 焗餅的時候千萬不要走開 焗了10分鐘 如果看到表面有一點黃就好拿出來 因為每一個焗爐的火力是不同的 以及高低都是不同的 黃了一點都是可以吃的 但是如果送給人的 看上去就不太漂亮了 餅焗完之後 我放了它大概30分鐘 現在我就把餅切開它 餅皮很鬆化 今天的黃嶺豆蓉皮蛋 希望大家試煮一下 是很好吃的 如果喜歡顏色 記得加多幾滴黃色下去 在這裏多謝大家支持 哪位網友未訂閱 就幫我按下環邊的當當 有新片我會通知你們 同時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給我 我會回覆大家的